本周五晚深夜三点,万联和莱斯特城将会共同掀开18-19赛季英格兰超级联赛的大幕,而新赛季的首轮英超就将迎来一个红蓝大战,周日晚11点阿森纳主场对阵未免冠军 曼城、瓜比奥拉的蓝月亮在季前的社区顿2比0击败了切尔西,在温布里球场赢下了奖杯,为接下来的英超赛季开了个好投,阿森纳宁素马丁基翁对曼城的表现赞不绝口,但当记者问到他对于英超冠军的猜测时,前英格兰国角就认为,克洛普的红军,才是夺取英超桂冠的头号热门,就算你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会坚持, 利物浦会是新赛季的冠军,其次是曼城、热刺和曼联,而一同接受采访的切尔西民宿克里斯萨顿对击翁心中的前次球队没有意义,就是冠军位置上有点分别,曼城将会以微弱差距压过利物浦拿到冠军,然后第三是热刺,曼联赛第四,上赛季利物浦在欧冠双杀曼城,其进攻火力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在今年下创,红军大举影员补强雷若的后防,因此两位伦敦豪门的民宿都表示本赛季是利物浦,28年来最有机会赢得英超的一个赛季, 基翁补充道,曼城的最大目标是欧冠的冠军,面对欧冠和联赛都是如此激烈的竞争,我不认为瓜比奥拉能很好地在两条战线上,做出平衡并以往无前,值得一提的是,阿森纳民宿和切尔西民宿共同将枪手和蓝军都排除在了自己预测的前四之外,似乎,正在重建的伦敦两强,都不被求评价看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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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